第一天上班要面試 面試 要先去錢櫃唱歌 蛤 看了嗎 兩個耳垂這裡各有一個字 真的喔 非常有佛緣 對 很好聽話 妳看得好棒喔 漂亮喔 所以妳佩服她 妳好棒棒喔 好 我來看一下 大武士 蛤 年輕 四百萬 我跟妳講 這一位很特別 他從小的夢想就是做道士 從小 對 別的小朋友在看漫畫 這很厲害 很特別吧 對 然後他就是 用神明的代言人的身分 幫生者跟亡者的痛苦意念 得到解脫 溝通 一個橋樑 對 那個橋樑 好 一起來歡迎這位 潮牌道士 潮聖東 歡迎 潮牌道士 太酷了 太酷了 哈囉 老師 你好 我是潮牌道士 潮牌 因為喜歡穿潮牌 潮牌 這個連正東都是假的 想說它是柯正東 是潮正東 本名不是這個 對 這是我的那個 網路的藝名 對 對 你講真的 你從小到大的願望 夢想 就是要當道士 對 就是憲哥你知道 像 有的人他從小 他就比如說他對音樂就很敏銳 對 或是他有對舞蹈有細胞 對 他長大可能就會成周杰倫 這樣子 這麼有名的 像我就是 就是物入歧途 對 小時候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看到那個電視上 道士那樣子 就 哇 是家裡有在做類似的職業嗎 家裡不是做這個 對 我家裡跟這沒有關係 真的假的 你如果人家是賣豬肉 因為家裡有那個 對啊 你就是真的自己想 就莫名其妙 那個就是一個天分 一種靈動 你是看到電影嗎 我是 我其實在我出生的那個時候 大概是港片 那個殭屍片 對 就林勝英 他一出來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驅鬼 帥 吳馬 也是 吳馬 林勝英 就看到他們的那種 可以幫助人 驅鬼 那種感覺 就是H是道士 很帥氣 很帥 念的科系沒有這種道士系嗎 現在有 你都自己進修 有這種嗎 對 其實我從小就是 像別人在玩玩具 小朋友騎腳踏車出去玩 我都去圖書館 在看那個道教的經文 真的 我說看什麼畫符這樣子 對 你很酷 來 太特別了 你很酷 請問這個符咒真的有用嗎 其實符咒它就是 道教裡面的一個 念力 因為我們它有一些符號 有一些文字 或是有一些圖形 對 在道教裡面它都代表不一樣的力量 所以我們把這個不一樣的力量 匯集到這個脂張上 對 它就會 因為我們相信它有力量 所以它就會對我們產生 不是暫時停止呼吸嗎 是 就是這裡 它亂動 亂動 啪一貼 然後它就停止了 對 那是殭屍吧 對啊 所以暫時停止呼吸 但是我們是有那種比如說 它卡到喉嚨吃魚啊 或是吃骨頭 化骨符 對 我剛剛就想問這個 因為小時候 化骨符 喝下去嗎 來 一喝 還真的 好了 有這種東西 很神奇 或是說比如說什麼 我們出去被 像騎腳踏車跌倒 或是擦撞傷 也有那種符 就是可以馬上用下去 它就會 止血 止血符 我 我不知道有這種 真的很厲害 在顧你的血法 後來你念書也是念這個有關的 對 我念書是念這個 生死學系和宗教研究書 不是殯葬業才會有那個嗎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就是 這種特殊的體質 特殊的興趣 家裡就很不認同 就說 醫師 律師 工程師 工程師 會計師 這麼多師你不做 你不去做法師 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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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士 對 後來就 有家庭革命 爸爸媽媽就覺得說 你這個小孩子 怎麼一直在侮辱歧途 對 後來就想說 因為我有這方面興趣 對 老師 我的老師特別有看到 他說 你應該要讓這個小孩子 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對 他就說不然就去念看生死學系 所以大學念了 就是更加確定你想要往這個方向去 是 它是一個就是 實質上面就出來 好像也有工作可以做 對 跟我的興趣有一點結合 法師是不是有要幫人家超渡 或什麼這種 你第一天上班變成班 你要吹那個 索奈 要法羅 法羅 真的 憲哥就是 就是狗羅吧 吹高雷 要那個 吹那個牛角 對 牛角 對 怎麼弄 我們第一天上班 其實不是到法會現場 第一天上班要面試 要先去錢櫃唱歌 對 看你的 什麼 什麼 因為你如果是音師的話 你出來工作 第一個 鬼 神 或人聽到都受不了 都不想聽 真的 也不能無音不全 對不對 還是要會唱歌 王者也會受不了 對 會跳起來 了解 唱歌也要有基本的音準 也要唱歌 因為他們要唱經文 基本的音準 經文唱得好跟唱不好差很多 所以你就是要前面跟著人家大哥在走 我們跟著學上就對了 有拜師 因為我們這種工作 其實它算是傳統的師徒制 就是我們要跟老師 沒有 沒人拖不行 對 要有關係 因為老人帶動 學多久出師 基本上 我們都講傳統行業 大概都是三年四個月 三年四個月 三年四個月 就跟老師 裴老師上街買菜 然後裴老師睡覺 要服侍老師 對 那三年四個月都沒有心情 有事弟子服其勞 是 老師還要看你不討厭 覺得這個會拖著 那我耐著 待在身邊 因為講真心話 拜託 一年四百萬 工程師還不一定賺得那麼多 對不對 我講真心話 會不會交女朋友 等一下說 我交個男朋友發書 這樣會不會有困難 會 其實我的初戀女友有沒有 她就是因為講說 那以後你要做什麼工作呢 那個時候你還沒做 對 那時候還沒有做 還沒有 我就講說我以後可能會做 就是導師 法師這樣子 那個月我們就分手了 你跟他講完他就走了 對 後來他就是 他透過旁邊的人講說 他我不能接受他男朋友 是做這個工作的 他是一個 鄭東是一個有佛緣的人 因為他眉目當中 有一顆這個觀音志 這個一般人很少 位置叫觀音志 你這還稍微偏左 偏偏 我媽有一個觀音志就正中央 中到不行了 然後兩個耳垂這裡 各有一個志 真的喔 非常有佛緣 對 對 還有基督徒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你有可能 會吃到五根手指頭的豬肉 那就是豬肉也不可以吃 他們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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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專門把那個魚子的賣給 現在我們已經吃到了 都賣到基督教的 專門賣給他一個 你會催於索納 對啊 我們做這工作就 琴棋書畫 索納 惡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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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會 惡胡點這個都要 基本國樂你都要會 因為我們出去工作的時候 就所有的 比如說表演唱歌跳舞 或是我們的音樂 或是寫字什麼 你都要會這樣 對 其實舞蹈也很重要 舞蹈很重要 道士對不對 是 你不要看他 我跟你講 竟然有人找他來做法 做到想要跟他到床上做 是怎麼樣 那個狀況是怎麼樣 跟他出笑 出笑 出笑說要來一夜情 震東 這是假故事嗎 對方是什麼樣子 就是 那個是因為我們平常 沒有出去外面工作的話 我們都會在我們的壇裡面 就是人家會來這邊問事情 什麼的 突然就有一天有一個女生 他就來了 他就請我幫他補一個掛 就是他是問說 為什麼他前幾天 就是認識一個男生 那 認識之後 然後上床了 上床之後 男生就好像對他的愛理不理 這樣子 對 絕對不好用 就 不合 興趣不合 就是這個就是口口要嗨 興趣不合 吃到又嚇壞 對 就不理他 就是憲哥其實像我們 看到就知道說 你這就玩完就 人家都沒興趣了 但是我們又不能這樣講 對 那大概就是說 也幫他補一個掛 就告訴他說 是 其實這個男生他可能 就是跟你的是沒有正緣的 沒有緣分的 那你們可能就只是 瓶水相逢 對 就跟他開導 對 那陪他聊 因為像我們做這個工作 其實有點像 心理諮商師 對 除了聽人家的問題 解決人家的問題 也要聽人家的心事 對 就是當人家垃圾桶 要消化 後來講講他就覺得說 其實 你說得不錯 老師你也滿有趣的 沒有 我講出這一句話 滿有趣的 我想認識你 他就不走了 他就不走了 不走了 就待在神壇裡面 就待到很晚 然後他 所以我就說我要下班了 你OK 別人我還不敢講 你等於 本身就是送金團 亞洲最強送金團 是 沒有啦 有溫馨的故事 最後講一個 說老公學愛故事 老婆不能接受 心理治療 是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有點像是 宗教的心理諮商師 對 像在我們比如說 處理很多人的婚傷喜慶 生離死別 這種事情都會找我們 就像有一次在一個商事 那是一個很年輕大概都 30出頭的 天氣 小孩 對 他的先生很早就因為 罹患癌症 血癌 對 那他其實發病到過世 就大概一年的時間 對 好難過 而且他們主要是 他們有一個小孩 所以這種重大打擊 對那個老婆來講 他就覺得 一直精神不計 然後覺得不能接受 所以在幫我們處理 喪事的時候 其實我就趕快 一直感覺到他很消極 他都在旁邊 他都不來參與先生的喪事 因為他心已經躲起來了 不想面對 而且他不想接受 對 不想接受 後來在喪禮要結束之前 我們都會做那種超度的法會 對 就是超度的法會 就希望說把他 他的病什麼都治好 讓他可以一路好走 是 做完法會 因為我們在南部做法會的話 做完法事之前都會問神 就是說問神說 這個法事有沒有圓滿 或是有時候王者會來 交代事實 你有話要跟他講嗎 對 就比如說家裡的 金庫的保險箱的號碼 這個也會問 沒有 我亂講 喂 喂 喂 所以就是 後來就是在問事的時候 我就跟老婆講說 不妨你就來問問看 你姑且一姓 如果搞不好真的是你丈夫 要跟你交代什麼 你如果錯過這次機會 就不會再有下次 OK 後來他就來 他說好 那我來試試看 他就問那個 就是我們有扶那個手腳 就是他會寫字 再撞寫字 對 他就問說 那 你既然講說你是我老公 現在來上神了 那我們兩個人 當初蜜月旅行是去了哪裡 這個他寫出來 對 後來那個手腳 男子和豆頭 豆頭就翻譯官 對 那他就寫日本這樣子 對 那這事情其實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了 他就哭了 他就說 就感覺很想 老公你回來 對 後來就大概交代 他就寫一句話就說 希望你好好照顧妹妹 對 他看到這句話 他就哭了 就淚如雨下 當然 因為這句話就是 他在那個病房裡面 要過世前一天 最後那句話 所以他相信說這是他先生 確實是 人生是苦海 苦海無涯 回頭是岸 清純善念 永遠可以走得長長久久 是啊… 好不好 來 這裡幫你開了一條好路 是 一路好走 不是 我們一路好走 對啦 我們這邊有一條好路 對啦 對啦 他們這都做公正 對啦 來… 吊車司機 吊車司機 吊車司機你看想說 好像普通的職位 可是喔 這個吊車司機是一個女孩子 這就特別 而且她的身高只有155公輩 這麼迷你啊 很迷你 這麼厲害的 她叫做 小蘿蔔 歡迎小蘿蔔 可愛的嗎 可愛的 來 來 小蘿蔔 你好 你好… 女生開吊車 吊車司那種有一個很長的被子 對 像是蓋房子的那種 對 你開幾噸 你幾噸的 我開16噸的 16噸 16噸算大小 小 小 算是秘密吊車 你看看好像多大 你勾得到嗎 油門 它那個上面是 對啊 腳是要踩什麼 很多 腳還很多 有桿子 有那個勾 小勾 大勾 然後還有油門 油門 它不像我們車子裡面就是 煞車油門 沒有 它多了 就是還有桿子 然後還有伸縮 桿子伸縮 妳那個是履帶嗎 沒有 我的是輪胎的 輪胎的 16噸的算是輕的 輕量 最重的可以到多重 最重就是好像有1200噸 台灣 台灣 1200噸 那個可以掉幾多重 掉1200噸 對 但是都是靜靜的 基本上不會有那麼重的東西 妳長那麼漂亮 對不對 她點頭 對 對 妳長那麼漂亮 對 是很像 立刻 不好交男朋友 會不會也嫁了個 吊車司機的 老公也是吊車司機 好可怕 對啊 這個趁職務事變 對啦 好棒 薪水是助理的兩倍什麼意思 妳當過 本來是吊車司機的助理 在旁邊幫忙做什麼 對 幫忙 做什麼 就是可能指揮 講好聽話 對 妳看得好棒喔 漂亮喔 沒有啦 怎麼會這樣 幫忙買飲料那些 就是指揮 然後 送便當 送便當 三前顧後 要注意喔 要怎麼樣 互相多兩隻眼睛看著 對 妳做這個有什麼地方 有 怎麼說 就是假設我們東西可能很重 然後那個角路 我們只要沒有踩好的話 卡路 有可能 整台車翻掉 有可能 整台車翻掉 因為負重在那邊 對 妳在這個時候那個重量比例 妳自己要用心理去抓 對 但是有錶 通常都有那個負重錶給妳看 對 真的 但是妳的角度沒有抓好 他還是會整個 對 但是我們會踩腳 踩腳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吊車住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會有四隻腳這樣子 可能是紮影的概念 會定住 比較穩 定毛 這個是不固定不通 妳怎麼吊到空腳上去 有 有 有 整個這樣翻車 沒有翻車 但是就是在那邊翹啊翹啊翹啊這樣子 東西太重了 可是那個客戶就 再來 再來 來 還滿穩的 來 影片給她看一下 這個是她工作的狀態 妹妹 妳真的妹妹 對 妳這個妹姬 妹到這樣 對 沒有妹妹到妹姬 也太短了吧 剛剛那個 連吊車都沒有看到 就看到妳那一張漂亮的 對 那個是裡面 那個是裡面 因為我都一個人在拍 女生 女生應該做這個吊車士氣很少吧 怎麼會當初 滿少的 但是台灣還是有其他的女生在做 我還是有 但是這麼小隻的應該就只有妳吧 應該 應該偏小隻 對 真的是高反差對不對 你應徵的時候是順利的嗎 沒有 沒有 我曾經有遇過就是 說好囉 明天要去應徵 然後 結果當天 打電話來說 妳不要來 對 就是不好意思我們決定 我們還是 不要用女生 好啦 妳不要來 我們這裡消滴歌很多 對 然後 也說就是可能 上廁所可能不方便 什麼 然後就拒絕 對 好 上廁所 對 我想問妳 因為像這種暗場應該都很遠 偏山壁 也有時候要蓋東西 沒辦法 那上廁所 很可難 要一直憋著 MC來怎麼辦 就一直憋著 悶著 憋著 就不敢喝水 都不敢喝 對 就不敢喝水 太辛苦了 那個泌尿科都會有問題 對啊 不好 一直憋 他們在那種工地裡面 一般來講都男人的天下 男生就直接 對 妳就很特立族行 跟老公有同一個廠在做嗎 沒有 曾經有 曾經有 就是因為 有抓到什麼 曾經就是跟老公一起做 因為我剛入行的時候 就是不好進去 這個行業 他是你的前輩嗎 對 算是 就是他教我的這樣子 然後先生開比較大的燉位 他開100噸的 100噸 所以妳佩服他 妳好棒棒喔 好棒喔 好棒喔 好大 好大台喔 你看他們夫妻兩個人 這樣很好 一個開16噸小的 一個開100多噸 月入都要將近10萬 15 15 加起來15 超級裝心 這樣就真的很好過 但是他們也受過傷 誰 就是曾經我同事 之前的同事他就有講說 就是因為我們在組裝車子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有那個副桿 桿子 然後在裝的時候就是 手沒有抽開 然後那個 裝就打進去 就斷掉了 沒了 全根沒了 現場撿回來沒用了 沒用了 整個碎掉了 對 碎掉了 就少一隻手指頭 對 就少一隻手指頭 我來講說